医院民众 ंB3Gb3。 中央宣布开用新的杯录录录录 也就是由全省的健保药局来分配消息 新制当时宣布 也后官本就没把录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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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外乡亲戚见到凶狂 主要原因人外乡全程仅仅一件健保药局 所在看 比起原本向来有七八经朝乡在买水安来说 可以说是消息几点减加借 亲爱的香港社会主义后有中央 对到平安地区水安的消息应该来制定更加完善的办法 人爱乡为它的犹豁 早就刮出水安不完的故事 就算是中央推出朝乡买水安的政策 只有七八经朝乡的人爱乡也是很迫 这个以前的啦 以前的啊 用很久了 很久了 口罩不是不能用那么久吗 没有办法 没有口罩啊 没有口罩啊 有去买吗 哪里有买 这无论没有嘛 不好买 因为平地都买不到 我们这里怎么可能买得到 如果从这里再下去还要玩人家四十分钟 如果人家提早去排 我们过去还不是会玩 如今中央政策再度条件 所有水安统一由健保油卷来消息 人爱乡这个平安的三地区 这村这间油卷可以买到水安 务舍地区唯一的一家健保特业药局 叫永康药局 那由那边统一做口罩发放的配送作业 那如果说民众有需求就可以到那边去做购买的程序 我们还没有直接收到资讯呢 所以我们六号也不知道开始要怎么做 他也没有说什么时候口罩会配送到你们这边 他是说五号的晚上会邮局送 我们就看上面的那个怎么做啊 我们就跟着他们怎么配合啊 新的水安消息政策 对人爱乡民买水安是造成更加大的困窄 除了一星期可以买两片 很多部落来到武侠的路程 竟是非常严热 会不会太远 也要半个小时耶 这路途比较远一点 太少了吧 因为不是口罩都是要每天换嘛 希望我们的数量能多一点 所以一次可以拿多一点 对对对对 因为比较不方便啊 那问题是我们来乡只有一个药局 最远的部落从 从我们的行政区一到那不要三个小时 那我的建议就是说 直接给我们公所 按照我们的人口数发放 那再由公所给各个村的村长 去给村民 为的健保有局也希望 卫生所可以混沌处暗小时的档打 南岛管政府卫生局表示 目前中央的政策 只要向来有健保有局 就由有有局来扶植 南岛管来 目前只有信仪跟六国两兄没有健保有局 再由卫生所来扶植 平安地区面临的问题 卫生局也向中央来欢迎 由中央政府 统一冰国未来做法 要如何调整 继续王朝鑫 彩虹报道